所以说你看这行政权为什么要先列批权 就是批权的就是我们说 就是对于初学者这条线来说 批权的这就是三十世 比如说国家的符合符合我们本人的要求 看这不是三十世 我就不往前走了 捕远地的抓回来 钻出去 再打出去 这是不是又是三十对不对 所以批权呢 其实呢我们最开始的不要加一年 不要任何东西都要加 就是左三十世换右三十世 右三十世换左三十世 都一直打出去 然后再加上起十 再加上转身 再加上收拾 这就是批权 懂吗 所以探戈到第一位 你就想三十世 它的重要性 所以我们初学者就先把这个三十世的一个框架 然后才好练行刑权 你要是没有三十世的框架 一做批权 那就成功 成功不退长了嘛 所以它就失去了行刑权的这个 咱就别说里边这些东西了 就外形上那个意思都没了 懂了吧 诶 那么到到下一步到专权这儿来的 到专权这儿来的 无非就是这不是三十世吗 对不对 无非就是把他变成他 是不是这道理 这不还是三十世吗 那么到崩泉 你崩泉你看到这儿 你崩一下 这一路这是不是还是三十世 只不过这个时候三十世就有变化了 它变得小了 它变得小了 懂了吧 啊 披尊登炮 到炮拳 在这儿 你看三十世又有变化了 它就走一个枝子行 在这儿一打过人家 还是三十世 对吧 还是三十世 但是这个三十世 嗯 也是变小了 就是说这不是三十世吗 它变成这样 对不对啊 啊